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澳门当地时间5月7日 当地相关机构通报提到 当日零时55分 在当地陆当美斯美高美酒店 一房间内发现两具隐性尸体 私警封锁现场调查 证实两具女尸前身赤裸 仰卧房间窗边地上 景象有明显内痕死因有可疑 调查后相信两死者被人 预袍腰带内闭 其中依据尸体右臂有擦伤伤痕 所以现场没打斗痕迹 两死者亦没明显反抗迹象 私警正追查两死者遗害前状况 是否曾被人灌罪或疑昏迷 而凶徒杀人后曾清理现场痕迹 企图抹弃线索 两死者的证件及财务前司身份 未明私警正翻查酒店闭路电视 追查凶徒身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访阅 转发 打赏弹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